这幅名为欢迎来到我的房间的壁画 旧物在魏武迷迷村的入口相当显眼 大喜书柜里摆满了书籍衣服球鞋 还有一只猫咪 用色大胆鲜艳 吸引不少游客还有新婚的新人来配照 我觉得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 所以它拍起照片来 那个照片的那个色彩也会非常的饱满 然后整个人站在背面 那个背景墙就是特别的美丽 不过仔细看看彩色的墙面上出现几个黑洞 让这座艺术墙面的美景大打折扣 游客拍照的时候都会刻意避开破洞的地方 但有人不以为意 特别挑破洞的地方为背景 认为是一种残缺的美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它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风格的感觉 我其实不会觉得说 它如果变成这样子就不好看还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没有最完美的诠释 我觉得任何形式都是艺术的体现 我刚还以为是一块黑黑的图绘在那里 还没注意到是破掉了 我现在才注意到 谁杂的 我不知道是谁杂 这些不规则破裂的黑洞 像是被异物打破的 或者被台风吹破的 也有可能是受到日晒雨淋 压克力版自然风化破损的 市府民政局得知壁画破损之后 已经偷报警方查查 其实这一幅画是非常经典的一幅画 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应该是不会有人刻意去破坏 因为我们也都没有人看到 那本来是小小的一块 那可能日久了 那个玻璃可能也会脆化 这幅壁画是在2019年完成的 就画在公车站老旧建物的外墙上 到现在已经超过五年之久 仍然相当受到欢迎 公所也将筹措经费 请原创作的艺术家协助 尽快修复彩绘壁画 力拼今年底完成 就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还是需要维护 那这栋建筑物呢 它是属于交通局的 交通局的 那交通局把这个墙面 借给我们那个工部门 就是去工手 就请画家来创作 那所以呢 现在工部门已经知道这种事情了 那工部门呢 也要尽速的来去把它修护 这幅名为 欢迎来到我的房间 彩绘墙有些破损 但其实咪咪村里 还有许多精彩有趣的壁画 民众还是可以穿街走向 一意探访 记者王仲凯 来长邦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